各位小伙伴 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识 今天给各位选重点翻译德国商报 昨天即2020年4月29号 关于华为5G的报道 因为我觉得这个报道比较有料 所以我想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就选重点不每个字都翻译了 我们看这题目 德国电信使用华为引发与柏林之争 柏林当然这里是指德国政府 此上市集团已经让内政部知道 希望与有争议的供应商华为 在5G网络建设中加强合作 由此引发纷争 如何妥善解决关于备受争议的 中国网络供应商华为公司 正在德国进入新一轮争议 德国政府还没有决定 是否批准使用来自中国的技术 来建设德国的5G实时移动通讯网络 欧洲最大的电信集团 以知会德国内政部 你加强与中国科技集团 华为的合作 商报从政府圈内人士获悉 德国电信公司已经宣布 将不再遵守其自我设定的暂停令 内政部认为 德国电信的质疑决定至关重要 向德国电信求证的询问 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 实际上 鉴于德国联合政府 对新的移动通讯安全标准存在争议 德国电信曾宣称 不希望与华为签订新的5G设备供应合同 我在这里想解释一下 联合政府是什么意思 是指德国它的现在政府 由两个大的政党组成的 一个是基督教民主联盟 就是现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党派 另外一个叫德国社会民主党 这两个大党组成 因为一个党在上次选举中 不能够组成一个政府 因为它的票数不够 所以只有两个政党组成起来 其实他们两个政党 有很多政治理念是不一样的 但是没有办法 他们要执政 只能够是把自己强扭着 绑在对方的身上 据商报从业界人士了解到 未来几天内 两家公司将举行高层会晤 主题5G扩展 这两家公司当然是指德国电信和华为 来自柏林的强烈批评 德国电信与华为的密切关系 在柏林引发了激烈的批评 德国电信有表率作用 因为它的部分股权归德国联邦政府所有 也就是德国电信 目前其实可以说是国有公司 国有企业 德国联邦议院的社民党外交政策发言人 尼尔斯·施米特警告说 集团管理层为股单承担着高风险 如果德国政府随后拒绝批准使用华为设备 德国电信必须自费拆出华为设备 德国电信将不要寄希望以信任保护 这信任保护指的是 虽然德国政府握有电信的股权 但是不要指望德国政府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 站在德国电信这边 因为5G网络的安全标准 已经在议会中密集讨论了几个月 施米特说 德国政府也持有相同的意见 基民盟网络安全问题专员克里斯多佛 伯恩斯泰尔说 我警告德国电信不要利用新冠危机 暗中制造继承事实 过去几周的情况表明 今天我们对中国产品已经有太多依赖 一年多来 德国政府一直在争论 是否应该允许华为参与5G建设 外交部和联邦情报局认为 中国科技公司不可信赖 网络基础设施可能被滥用于 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的风险太大 而德国总理默克尔基民盟则认为 一刀切的排除供应方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想插话 这到底谁是最大的间谍 德国总理默克尔手机被监听多年 以及美国原中情局的员工斯诺登 已经给了全世界一个响亮而明确的答案 这个人目前仍然在俄罗斯获得政治庇护 遗憾的是中国供应商 这里指华为 比欧洲供应商的技术要领先一两年 维特说 这维特是指电信和真值服务提供者协会的书记 除了来自中国的华为和中兴 欧洲供应商爱立信和诺基亚 也在打造相应的技术 因为该文章比较涉及到技术 所以读者不多 目前只有两个人发表了简短的评论 我们看看 第一个人他说 欧洲有两家供应商 爱立信和诺基亚 让欧洲再次强大 第二位 有意思 我有理由解除与电信的合同了 也就是这个人可能是跟德国政府 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反对华为 好了 现在我来说说我的意见 可以看到德国电信 这家欧洲最大的移动通讯公司 与德国政府的意见是相左的 由于德国本身作为美国的 准附属国的尴尬地位 德国政府很可能无法承受 来自美国的压力 而选择禁止华为公司参与 德国5G建设 尽管它的技术比世界上仅有的对手 及欧洲供应商爱立信和诺基亚的技术 要领先一两年 这是德国的说法 可能真正的技术要领先 更多 我不知道 搞技术的小伙伴们可以科普一下 非常感谢 好了 今天我就翻译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互动讨论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